第十八章 巴比倫傾倒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并的天使从天降下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哭着说 巴比倫大声傾倒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蔚之灵的巢月 并各样污蔚可憎之着了的巢月 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路的走 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泰过就发了财 先有荣耀奢华 后受悲哀痛苦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闻呀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在样 因他的罪恶涛天 他的不义 上帝已经想起来了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的报应他 用他调走的杯 加倍的调及他喝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我坐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苦 决不至于被爱 所以 在一天之内 他的在样要一切来到 就是死亡 被爱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 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素来与他行淫 一同奢华的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入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的暂着说 外在外在 巴比伦大成 坚固的成呀 一时之间 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 也都为他哭入悲哀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 就是金 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色料 绸子 珠红色料 各样香木 各样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 铁 看白玉的器皿 并肉贵 豆购 香料 香膏 鱼香 酒 油 世面 墨子 牛 羊 车 马 和路卜 人口 因大成受报应 圣徒都欢喜 巴比伦 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修美味 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决不能再见了 贩卖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的站着 哭入被爱 说 爱在 爱在 借大成啊 素尚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纸 宝石 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借摩大的父后 就归于无有了 伤船主 华座船往各处去的 并种水手 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的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 就哭着说 有何成能被借大成呢 他们又把尘土杀在头上 哭入被爱 喊着说 爱在 爱在 借大成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真宝成了腐足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了方长 天啊 众圣徒 众士徒 众仙智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上帝 已经在他身上 生了你们的冤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象大磨石 荣在海里 说巴比伦大成 也必这样猛力的 被荣下去 绝不能再见了 弹琴 作乐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手艺人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浪和新腐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 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万国 也被你的邪迷迷惑了 善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这边是地上的尊贵人 绝不能再听见 这边是地上的尊贵人 绝不能再听见 这边是地上的尊贵人 感谢观看